电子产权凭证 查验防卫新选择 大家好 我是桃园市地震特派员燕轩 你知道什么是电子产权凭证吗 蛤 电子产权凭证 是金融卡 健保卡 还是自然能凭证呢 我知道 就是这个系统 我已经在使用了 只要扫描QR Code就能 想要了解电子产权凭证是什么吗 有请金钟哥为我们解答 大家好 我是金钟哥 内政部今年推出最新措施 电子产权凭证 辅助电子产权凭证 这项措施是应用区块链技术 可以确保凭证内容 不会被创改 很安全 也没有取代 纸本权状哦 纸本电子1加1 查验王位新选择 嗨我是燕萱 嗨我是阿丁 向大家说明 从今年1月1日起 预政部推动的新措施 电子产权凭证 是的 今年开始 当你办完买卖 或赠你的不动产登记 除了会拿到纸本权状 也会取得数位的电子产权凭证哦 哇感觉很厉害耶 没错 如果你是租客 银行或地震室 担心被骗 怕拿到甲犬状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查验 那要怎么使用呢 可以利用自然能凭证 自然能凭证 或工商凭证 工商凭证 或其他方式登录系统 选择标的及各支显入程度后 就可以免费产制 免费的哦 提醒大家 消息只有三天哦 哇 这个方法很简单耶 只要扫描凭证上的QR Code QR Code 或在系统网站输入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 就可以马上查验权状的内容咯 想知道更多详细资讯 可以搜寻电子产权凭证系统网站 就可以连接进入咯 进入咯 进入咖啡